我是四師班吳漢林 我今天已經做了一個project 就是在一間叫做 拿椅子給他做 叫做 叫做APSOFT 的公司 那裡負責做事 主要是幫他們 follow 他們 create 的軟件 叫做Alpha HRMS 這個軟件主要是給 他們的卡人公司的HR 部門 去計算他們的薪金 出糧、炒人、NBF 之類的東西 他們的data base 行odbc 他們會把軟件 edit 做不同的內容 去補充給他們不同類型的client 我這次在這裡做的主要target 他們有一個網站 intranet 純粹是給他們自己的公司看他們自己的員工 怎樣請假 有多少假請 以及有請假的那些功能 還有他們公司還有其他的軟件 還可以再加一些功能 我主要做這些工作 我第一份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他們的intranet 加多一個language 加回中文language 這是他們原本的layout 這些就是我 edit的code 他們的intranet是行.asp 的 裡面又有VB code 又有Java script 幾樣東西混在一起 我要再幫他們 edit 這些就是我主要做的那些曲 但是由於因為他們這個job 時間比較趕 我就主要幫他們很粗略地 改一改layout 變回中文 這樣其實我找到一個resource 就是 是這個 這個可以提供一些multi language 給intranet 給那些人可以轉的 又不用像我這樣轉的曲 因為我現在那個 是純粹硬碰一些中文字 進去intranet那裡給別人看的 這個就如果 如果 part in 都進去的話 這樣就可以 根據他們電腦的language 來translate一些字 嗯 這樣就 這份job 我暫時就做了 其實你花了幾年後 花了幾個月 花了兩部車 兩個月鬆一點 兩個月鬆一點 這樣 我第二份job 在裡面做 是的 在他們那裡 他們就有一些application form 因為他們改了 form 那個擺位 我要將他們 將出來的那些字 怎麼說呢 撿回好那些位的那些字 這樣他們 他們整個東西都是 這個application 整個東西都是用VB來行的 這樣我就要和他們撿回了 這個是他們原本舊的 form 這一份就是他們新的 form 那個 layout 這樣我和他們撿完 你看到這裡有些字 就將出來 就是我撿完之後的 result 那我第三份job 就在他們那個application那裡 加多了一個 function 叫做To-Do List 這個To-Do List 就可以設定一個時間 譬如4月1日到4月20日這樣 在這段時間 它就會將一份table出來 就 present 類似NPF 的時間 termination 時間 那些員工的生日日期 他們18歲還沒有 65歲還沒有 這樣就會一次過將出來 這樣給予 HR 同時去做回相應的 類似登記的那些事項 這樣這個主要是我的 code 有沒有 database 的 Database 你 mean 我 generate To-Do List 都要 save 回落 有沒有 save 回落 To-List To-List 這些 code 這些 code 這個是 display 這個 對 這個是撿回一個 display 這樣 這個就 這個是 我有沒有 來 你敢 To-Do 做完 有沒有 save 回落 不知道這個問題 這麼有趣 你 save 的意思 你進入了 database load 回落 你怎麼 To-Do List 那你會坐在這裡嗎 因為它這個 就不是打一條 path 進去 gen 它另外有一個東西 叫做 database setup 因為它進去 在那裡選擇一個 database 我的 part 然後直接 set 回落 這樣就要叫 database 出來 就是它另外有另一個 application 叫 database 進去 讓我 program 拍 就是你叫別人 別人進 database 對 我叫別人的 database 好 繼續 至於 gen layout 的功能 原本看下去就 不懂的 因為它們所有 gen layout 的功能 全部是自己人手寫下去 我要再回到它們的 modus 的 file 裡 逐步逐步找回 再了解它到底寫了什麼 然後再 call 出來 至於你見這個 low-end in layout 的 code 這是什麼 這個 它們另外就在 application 旁邊 再 create 了一個叫ini 的 file 這樣裡面裝著所有 string 在裡面 這樣就方便回到 遲些如果有什麼更改的話 就不用黑 code 這樣突翻 在 code 上改進去 直接在ini file 上改進去 這樣它將出來所有 string 就會照樣和你改進去的 而且它這個ini file 就另外有做了一個英文 version 以及中文 version 這樣 中文 version 就照樣設置一堆 number 進去 這樣扔回 然後就會再把 string 放出來 這樣我這個 to do list 就 就原本是這樣 空把片 這裡是我設定了一個日子 以及它有 present 了今天的日期 然後按完之後 它就會將所有員工的資料出來 包括它是屬於哪個 department 它什麼時候入職 它什麼時候離職 它的生日 諸如此類 這樣 還有 我這個主要是拿了一個 loop Looping 啦 如果這個 type 哪裏拍了的話 這樣我再選擇它 再在 database 上拿一些 field 出來 再 print 到 table 上 那麼 對 主要是這樣 我想問你寫 to do list 呢 是有 SQL statement 嗎 沒有的 它應該沒有寫 SQL 沒有寫 SQL 它叫別人的 API 就這樣 take 它的功能 就拿它的 data 出來看 是的 就是不用你寫這些 因為它們一種已經 set 好了 OK 如果它 set 好了 如果有什麼更改 那又如何呢 更改 你 mean 是標準的 譬如我不喜歡你找的那幾天資料 就是套餐式的找 我要自訂我要找的資料 那又如何呢 自訂 有沒有 search 的 有沒有 search 這個它沒有要求和活動 譬如這樣 你要我找 譬如有個人什麼時候進來做 什麼時候離開 什麼時候 那可能你寫開那個 就展示他多少歲 是 其他生日資料的 但是我要沒有的 就是沒有生日資料 因為我不 concern 這些東西 嗯 那又如何呢 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公司做法就可能會 要我們另外再幫他寫過 哦 就是要另外填表 說我要些什麼 feel 是的 因為這個主要是 一次過負責這麼多間公司 哦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寫一兩條就可以了 什麼都寫出來 更多一點 沒有很多 就是了 是啊 就是了 所以我就說要縮紮了 或者你寫到一個是 multi 你都說會很多間公司使用 是啊 應該是寫了一條 就什麼都寫完之中 我哪些是不需要寫出來的 哪些 因為你有些東西 如果是被別人知道就不行 當然了 你都要做 我是老闆 我說準備炒這條 就是了 那就糟了大哥 然後就說 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某些員工的生日期 一般的 什麼時候在那裏做 就是離開 是的 不不怕了 這些只是聽別人說而已 那他照做OK的 不過其實要問一下 剛才你說是做頁 Translate 你譯了中文嗎? 是的 那下次做簡體怎麼做? 又要再做一頁了 是啊 但是我在網上找的那段曲 就可以 他講下去就應該可以 他不會懂得跟你做翻譯的 他只會跟你說 你的網頁走到哪裏 選哪一頁 還有我上網見過 是可以拿一些 拿一些 為什麼你不做這個呢? 其實 我有嘗試找過 但是他給我的那部機械Wistar 我找不到那個文件 我也上網找過 他也沒有提供過給我 時間 因為其實正如做 你做Multi Language 你應該抽一個Config file出來 把字全部放進去的 是的 你現在這樣你每次改 我下次出簡體 我又要弄多 是不是應該一個Config file 放中文 一個放中文 簡體 正體 英文 抽出來之後 他轉頭做一個日文版 他也可以這樣換下去 你現在這個做法 其實就不好 因為他這個都比較趕要 交易的客人 那就有句吧 不過你下次做1%的時候 你講邏輯 就麻煩你 你劃定一些風冊 或者博家人 大哥 你不斷拿著曲子這樣說 大家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OK 你皮特不好 不過你沒問題 就這樣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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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